那時可以看到呢 一部黑色轎車停在旁邊遭警方攔查 看似正常的程序 沒想到過程的駕駛意外卻被發現 車上藏有毒品 不過當下呢 不服稽查和警察對嗆 挑戰公權力 當場被壓制 帶你看一段現場情形 事發就在16號晚上7點多 原來55歲陽性男子 當時開車行進大寮區鳳林四路平等路口 變換車道卻沒有使用方向燈 被發現攔查 卻被意外發現 持有安非他命還有注射器 那麼當下呢 他是似乎是很不滿被警方攔查發現 當場這個態度呢 是相當的不配合 情緒失控還口出惡言 是被警方壓制帶回 依法送辦 而這一幕被一旁民眾直擊 也一度還以為是發生什麼事 拍下PO網也引發討論